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來文管科小姐 向他主持組織 市民主席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先抱歉 因為去年我講的題目是 臺灣鄧山下武傳 今天這個其實重複度有點高 不過其實 我底子比較差一點 所以過去一年來也算是 這個報告也算是對我 那個鄧山下武傳 在查資料研究的筆記 所以其實 標題應該是也標準的 捲起就自幹之前 你必須要知道的事 那我叫靜藍 那像剛剛瑞穎講 我認識於宇宙國瑜科技 那他就先設備 那我會喜歡查三 不過 除了我之外其實我還比較好奇的是 在場的各位 因為這個議程會時間被寫錯 然後現在又是午餐跟那個 睡午覺的時間 除了認識人之外 會了解一下大家 所以我還想聽這一套 有人是寫寇的為生的為主 先舉個手 還蠻多的 那 那 大家是有打算真的 或者要來試試看像樣瑜伽的 一個手 或者是 這樣不太清楚 好 然後 我們就 慢慢開始來講 其實這個東西 一天廣 那我今天 主要報告的範圍 其實 並不會像太細節的東西 主要是提供一些 Github 一些大家寫好我們 受死的資源的連結 那大家再拿到簡報 可以順著我演講的方向 再去照自己的需要去找資源 那 話說從頭 有看過這個 昨晚的情緒一下什麼 Developer Only 講到電腦地圖的話 大家都會想 第一個都會 直接都會想到多美 像剛剛很多人在外面走去 看到那個 開放介入第一件事 就會說 那跟多美很像 那可以自己編輯 那 從去年5月開始 Google 他 基本上 開始收費 然後要登記信用卡 所以 每個人 Google API 他太有的話 都是需要 那 那 沒綁的話 就 變成真正 你不要說 所以 其實很多人都 可能 本來用Google NavSTD開發的 開發者 都會掛建這個問題 好 人家收錢 其實收費還合理 但是 真的不想給錢 所以 今年就是 有一家公司挑出來 要打擊喜樂的Google提供 最爛Google做力 拿來的電子地圖 台灣圖棒 他們在 套牌購公司 那 他們這款牌叫做 台灣圖棒 這個是 之前他們的新聞稿 然後在 NavSTD 留下來的連結 現在應該會有點差別 那 主要重點還是看到 右邊 就是他們在demo展示的時候 使用的 電子地圖 大家眼睛一樣 看到的東西就是 會長出來 3D建築 這個構圖 這個可以拿來 用在展示 好 那 不過很可惜 現在 發音會 虛虛多多 成人遠遠 基本上 它跟 剛剛圖片裡面 展示的東西不一樣 那現在也 使用的是傳統的 那個 ROSTA 點真圖傳 那 當然 還是有蠻好用的功能 就是 點了之後 可以去到 QI的一些地方 然後去編輯 甚至還可以做編輯 不過跟 那個所展示的東西 差別有看 OK 那 回到座影片這邊 好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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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實際上 這個時候 在展示的化 其實前端 它使用的套件工具 是MAPAX SDK 那 既然 現在他們 那個 公司提供服 已經消失了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找早餐這個原始了 原始MAPAX SDK 所以它在官方辦理裡面選擇文件 那這邊是MAPAX的網站 那實際上 實際上只要注入 只要 緊單幾行 code 差不多 五六十行 就可以在 你們自己網頁的iprem 裡面插入很漂亮的一個建築物展示 有沒有 縮放遠近它 慢慢長出來 那 後面的一些 技術細節 跟它的MAPAX的工具 基本上 它 原本寫得很齊全 主要大概會講解它 那 那究竟它是何許人意 對 對 MAPAX 其實在開源社群 也算是非常適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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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家公司的話 其實早在2011年的時候 就提出一些地圖採訪標準 像是 我們在 自律工具裡面比較長 以前會用到的MAPAX 那 現在 在2011年的時候 它自己也是 貢獻出了很多 幫助專案 像是 DADD 是在2012到2013年之後 做到的專案 那 現在 我們 OSM設計裡面 會做到的 會用到的 那個 OSM Feature 的最終工具 OSM CHAP 就是CHAPSAP的 最終器 也是 但是 這邊做開放 那也是 架在他們 自律工具上 那 剛才提到的開放標準 分離一點點 就是Ti 那接下來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 DADD 六下角寫的 三色斷寫 因為他們的標準 還在製定中 那 只讓我們自己 做很減弱 那 講到像獨磚的話 那就是 區培雲班的 擁鎮體分 並不是說 一張紙片塞在Ti 而是 真正的地名資料 或者 加上一些屬性標 現代 好 那 很懂的人 就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 太有了 概念其實是這樣子 就先從頭開始講一下 基本上 就是把整個地球 一個世界地圖做投影在圖面上 那我們假設地球 都是真正的圓形球體 所以可以直接投影在正方前圖面上 那 在 圖端太有的概念 其實就是在 全世界一整張地圖 我們可以說它是Dun Level 0 所以就是縮放大小 每縮放一格 我們就把它切成4等分 一直這樣做下去 所以 我們現在圖上看到 其實是 Z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將整塊地球切了4等分 所以 常關切成各個字 好 那 照這樣子的切法 從Z等於1 切到Z等於8 台灣差不多會被涵蓋在六檔地圖的大小裡面 那大家也可以算一下說 欸 一張太有四等分 那我們從台灣D等於8到D等於14 這個縮放大小之後 其實我們差不多會產生2萬4千塊的太 那 這個東西 如果你只用在台灣的話 那我們自己要產生無短 大概會是這個 雖然其實並不成 在GCP上隨便做個機器 那 最大的攻擊都可以 那 那 像樣圖專的概念的話 像剛剛講到的 有沒有含原証資料 那 優點跟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圖專比起來 就有這樣 比較實用的體驗 那 點證圖專其實也是 那個 其實也是 金油原証資料去進行圈 但是不同的是 我們是金油 像補端是在這個 從server到開嵐端 其實它是 在server端子把它切成 因為只要切片 那在開嵐端 我們才其實把它 渲染成事物 看到的東西 那 好處 檔案容量調教這個 可以 稍微有點存疑 因為這其實只要看 我們自己 後段再切的時候 我們會 怎麼去給它做設計 所以並不一定會比 這邊還好 那 一種格是 可以容忍 多種用途 因為渲染是在 Line這邊進行 所以其實 你在手機上 或者在屋頁上 你使用者 要怎麼去把變動 其實都是非常適合 那 遵守 detail spec 這個就只是 沒法使用 東西 好 那 我簡報裡面 就是有 八爪貓的圖示 然後 後面的文字 就是 reporting的用者 跟他的 reporting的文字 所以 稍微一點都有做 那大家聽一下 應該可以進去 所以在Matebox 他這個 背跟他有 spec的reporting 就能看到 相關的概念 好 那 在Client這邊渲染的話 左邊圖片就是 每個圖端斜片 右邊的話 其實 最上層就是 使用者看到 每個圖端 那 中間的話 就是 在Latertile 有他原審資料 去每個 代表裡面 包含很多 layer 可能有 建築 叫building layer 可能有landuse 那 每一個layer 他都會渲染成一個圖層 又渲染成一個圖層 也叫做layer 還是使用看到的layer 哪一層層圖 可以上場 就是使用只有看到 那 可以 可以嗎 好 那 雖然我們說要捐起 就質感下延層 但其實我們要考慮到自己的需求 我們要做出怎麼樣的產品 才需要用到下延層 其實也可能更不需要 第一個 時間有限 廣告留下 有量有限 使用 會接成突端的概念 就是說 當使用者的畫面卷中 到地圖層的地方的時候 你才去結尋出來那一塊狀 所以他們是要及時去看得到 那 要是 像是 像Rudy Dada 做的那個 VIV的Map Pro 意思 如果人家是要離線使用的話 那 多壞時間把大了 現況撞案擺好 那在手機上做呈現 其實 時間不敢 慢慢下漲就好 那 要呈現的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那 可能你 有時候的資料量很小 那 可能抱幾個 需要接受繩負的是 俠弟 什麼事 去做 樂團 那其實是OK 就不需要 而且很限限太多 那接下來是 要呈現的資料工間 實度 很大 那 要是你可能 只是 一棟建築裡面 和地資料 或是建築的情況 其實 也要特別去做細節 那 那 接下來 使用基因需要 可以到原資資料 有時候使用者 其實並不在乎 呃 可原資資料 什麼 他只要看到圖片 可以去到地板就好 他並不要去做任何事 可能 在圖片上看到了建築物跟道路 那 全部配上圖片 那 他不在意的話 那也不管一下 所以只要看什麼 那 再來是 使用者會平民放大畫面 這個其實就是差別最大的 就是 那個 前一陣子有一位叫 那個 老闆跟洪主人說 他們 就說 他們自己的那個使用者 其實 在iOS手機上 會拼命地 放大放大放大 然後再去比較說 欸 Android手機 他們 在看裡面 都很細 他文理都很清楚 但iOS 越放大了 空氣又越猛了 那其實也就是 你 因為他接著是那個 REX的那個 那 那當然 像他圖端的話 隔四百百種 只要考慮到你在前面 渲檔的時候 你是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傳統就是 大家如果 如果 有在玩地圖 那 有在 寫一些比較簡單的 那個地圖 東西的話 App OpenLayer 其實應該都蠻熟 那 剛幾道沒法師 他自己也有做了一套 WebGL 的工具 去做 渲滅 然後另外 PanguinES 這個 等一下我會提到 隔四百百種 所以 我們今天 雖然說 我們講說 自幹線有不斷 但是 我們就是只取其中一種 最通用 那 而且其實 最後 OpenSource 然後 大家接受度比較高 MET 就是我特別講的是 ManBus Meture Time 它提到很像的標準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雖然ManBus 它提出的這個標準 但實際上 這個 OpenSource 是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用什麼工具去產生的這個模式 其實 願不一定要裝 用他們價格去 那 VTN 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它算是OpenSize Mac 以前的一個專頁 應該誕生於2011還是2013 他們也是實作尖端工具 那VTN 就是他們使用的 項量補端的每個模式 現在已經 基本上沒有在美國 那MexForge 這邊 我認為應該是考慮到 有一些產品還在使用VTN 這個尖端渲染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想要把 他們會處理專案 是不是把MexForge 這個項量補端的東西 從大項範圜 去把它 再切成VTN 這個Ti的格式 那剛講的就是 特勒端渲染的那個 像主專 那其實 很簡單 你要把它放在一個 Ti的範圍裡面的話 只有Json 就是很通用格式 那其實也會有問題 那Tomo json的話 就是另外一種定義較嚴肌 然後跟GeoChain的相比 如果在Fitcher的數量比較多的時候 它的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你會共用一些變長的東西 那最下面也有幾兩六暗 它會去使它們自己 有一些自己內部使用的 項量多的東西 總而言之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 Matebox的一台 好 那這東西到底在搞什麼 那我這邊有列 這兩個report被連結 剛剛提過的Matebox Data Type 目前是進展到2.1版本 它定義了 大概定義了一些Mate Data的模式 跟它裡面的資料總共產生 然後 第二個report Matebox Person Data Type 這個report 其實只有到一個report的進行 那裡面有很多列譜 就是在Data上 跟Matebox Data Type有一個關係 然後好用的東西 有可能是去做產證 有可能是去做互相轉換 有可能是去做Tile Server 就是你自己 你已經產證不斷 那你要在 走路上 做足路的話 那就可以選到Tile Server 所以這兩個report都是很刺激 好 那Matebox Type Type 它其實 簡單來講 大概就是 類似GeoJSON 等樣 只是使用PortoBug去做壓縮 PortoBug的話 大概就是把一些相同劍子去 去做相同劍子 相同劍子 去做那個 目錄 然後大概把GeoJSON的格式 所以其實 翻譯出來 差不多 我們也可以把它弄得 長得很像GeoJSON 基本上是一樣 右邊的話 是我使用 那個 他們推薦的一個工具 叫PT圖 GeoJSON 那是一個 那個 但是這邊講的Google PortoBug 意思就是說 你在網上選擇 你想要看它 到底長得怎麼樣 你是需要做提供的 所以這一點 就是在做測試 或者是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有點好 所以有時候 大家會想說 那個開發的時候 應該通過GeoJSON 但是 實際上在PortoBug的時候 還是使用PortoBug 還是通過GeoJSON 那官方文件這邊 是有羅列了一些 實際上它 實際上那個 這個版本的眼鏡 跟它實際上 要怎麼去 定義 每一個 指標系的 產製過程 那 我們這邊先來 那 我們這邊 範例 這邊 因為聽說Demo 會有魔咒 是有機會不限 製作給大家看的 那 大家 就是一樣 可以在Mapus Ma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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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過自己的作捉 這邊非常 柏 簡單來講就這樣 這邊還要注意到的也是 因為OSM最好的地方就是會持續更新 所以第五這個資料其實是會需要考慮 先講一下那個月資料怎麼去的就好 當然要感謝偉大的多人 至少有GeoFabric這個站站 我們才可以那麼輕易取得面貌 大家每日的Extract 所以大家可以在GeoFabric這個網站裡面 居下等台灣每天最新的OSM的資料 政府剛才以臺有很多相關於臺灣的資料 這邊取得35430是等高線圖 更正不是等高線圖 是地形高層的東西 0.5資料 這還要再去做後續 好 那講一下剛剛很Rovity的那個 很Rovity的那個工具 對…流程圖 那從Inboard這個 我這邊先把它分成兩部分 從上方的話是Matebox 他自己工具列有推薦的部分 下方是另外TileZ 是另外一家做地圖的工具 更正 他叫NateZ 只是他們的Tile公司叫TileZ 那邊認討的時候 他們自己又另外在Linx基金會下面 遇落重生 現在叫NateZ 不過我這邊寫的Inboard 其實都是有那個 或是可以找不到 對 那在Inboard的時候 可以使用Inboard OSN 3 就是把OSN BDM 資料擋得到PostGIS裡面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 OSN 5 PostGIS 這是OpenStreetMap 和有用的狀態 實際上 上下這兩工具連 並沒有什麼相關關係 你可以用Inboard OSN上 風力丟進來 那接著右邊補購的部分 使用TileZ 這些工具 去做產值 這其實是可以做交叉的 要是工具 就是看自己手機的程度 那介紹一下右邊兩個 MacBook TileZ 跟TileZ TileZ 其實這兩個 也算是有點生態鏈的概念 TileZ 它算是Based on JavaScript 然後 右下角TileZ 就是Based on JavaScript 但是他們的功用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把不管是資料庫 還是某一些GoData 當下轉換成MacBook TileZ 其實就是這樣就用了 那做完了MacBook TileZ 我們當然也要在客戶 在客戶這邊做選項 那在網頁方面的話 可以使用MacBook GLS 或JavaScript 那Native的話當然是手機 Mobile 就是iOS跟工作 你也都是用C加加寫 所以在兩年以上都可以同 那另外 在MacBook變成MacBook之後 他們實際上又另外做了一套 前端WebGL渲染工具 叫TankGrid 那這部分 跟MacBook GLS 具有相比 優勢不是那麼大 因為是說他們的 CAMID 就是專案他們 並沒有很頻繁去做更新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 他們會吃 他們吃的格式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剛剛提到MacBook 最先提出來的狀態 Native的東西是比較 比較 比較 我們講的 基於離線使用 對 使用者可以載了一堆Tie 把阿純的VTile之後 在手機上都使用 那沒辦法認為 對 我Tie是要賣錢的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使用 在離線的時候 是有Following 所以上面的話 是沒有辦法支援VTile 下面Tempring的工具也是很棒的 那 減染的話 當然 我們從VTile裡面 我們需要使用 使用一些自定義的規則 去讓使用者看到 能夠呈現出來的成像 那Mainbar這邊使用的是 Style按照 就像剛看到3D檢測的樣子 那Tempring的話 則是另外使用的一種 YAML格式 叫做Sync的按照 這邊可以打開一下 這邊 就是Tempring的地圖介面 那一樣 建築還是可以長出來3D 然後 Sync的檔案 MagerTile是相同 但是 那個格式 我們可以換成其他的樣子 對 都有點近 所以同樣一套MagerTile 你換不同的Style 或是Sync的檔案 在Sync的面前 呈現出來的樣子 做完整的檔案 對 Gro's 檔案 那 我這邊快速再過兩邊 因為 這個東西 就是Mainbar不自己在Live上 他寫的Style 基本上 這邊 產自中典配跟Tile 可以在Style 可以在Style 但這個東西只是要大家知道說 他們把事情搞成複雜 但是實際上產製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剛剛講這麼多其實都只是介紹工具跟鑽蠟 還有這些關係 我們要真正拿來練練熟的東西 可以很快開始熟練熟 那這邊有一個鑽蠟就是鑽蠟燈 那實際上OpenMamPiles的話 開箱期我們只需要打幾個 別人全部都搭個化 所以就直接打幾個Main之類 我們就可以直接從最原始的OE-SEN 裡面的資料產製產製最終的Mainbox Better Time 另外它這個SKIMA其實是定義的非常細緻 這邊SKIMA指的是過Better Time 裡面每一個Layer要包含哪些屬性 那它名稱是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取決於前段的問題 那這邊SKIMA 既然它是人家設定的話 當然就是做GENERAL用 這部市裡面做交通或者是看建築物 又或者是戶外運動 其實它們都可以使用同一套的那個 因為這是泰國的模式 那右邊的話大概就是它渲染出來的樣子 那流程大根的話就是真的是好主頁 不管你是在Windows 還是Mac還是Nex 那實際上轉裝大根就給你 實際上比較快一開始 它們就是推薦的XDAR用台灣 後面先克隆 先DK隆他們的轉單 然後再直接用他們寫好SKRIG 去渲染好一個區域 台灣可以帶回整個各種國家 綠色是阿爾巴尼 我也不曉得 是不是也沒開頭的關係 那台灣這邊 依照他們綠色的那個 綠色SKIMA 出來最終的Better Time 就像我剛才講的 整個範圍會大概包 差不多兩萬四斤 Petter Time 那大小差不多是128支 那這個東西 會存成MVTile格式 但是實際上它就只是 把每個Tile再裝到SKRIG 那Duck化之後 其實它使用的工具件 大概就這些東西 看起來很多 但實際上好處是說 在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去 替掉其他的工具件 所以Inport OSM 這裡 實際上是把OSM BVF 可視的檔案 丟到資料網絡 那其他的OSM folder Quark H2 這些東西 其實只是去把 已經預先處理好的OSM資料 放在他們自己大科醫院裡面 然後再丟進去 其實並不是說 然後再去另外掛其他支 在裡面 好 那檔字完之後 其實OMEN F-PIE 它可以直接做 那個攝影的動作 就可以直接 馬上發布 一下 磚的部分 那 這邊一起 跳過 然後 稍微 等一下 到 我們可以 來看 基本上 用他們預設的格式 去做好的話 比較亮眼當然是建築物 有3D形象 但是實際上大家也看到說 道路 建築用地 跟其他東西 他預設的 Style 裡面 都可以去做出選擇 這邊是我們目前處在 一個 這邊是那個 台大壽醫院 那這邊是我們現在 所在的那個 楊大國 那另外的話 好處是說 在 發過的Tile Server上面 是可以直接看到 原始資料 感受掉 所以其實 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說 原始資料 BetterTile 裡面 原始資料 大概 現在我們 手指這個建築 他包了 其實包了三個圖 第一個是 Building這個Layer 在BetterTile 裡面 它是 掛了Building的表現 那 在下面 是Land Use 總而言之 在一個BetterTile裡面 它其實 捏包了很多的物件 那每個物件 它其實是用Layer這個概念去組織起來 所以 在做 Style檔案 我在編Style檔案 要編一些測量規則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去做測量 所以它的測量大概是很大 或者是它的Metal 也有很大的 是多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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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剛剛講這麼多 雖然我都只有帶到 一些紙片的東西 但實際上 真正開罵的時候 會要注意到 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你專要去 持續做更新 所以 每當OSM 它有發佈一個 OSM Z5 我們都需要把它丟到 我們自己的 丟到我們自己的Data Base 裡面去跑 所以 我那個時候在這組件 就有點變實了 這個Outplay 到底要怎麼去做 它自己剛好 這組件 寫的就有一點 不是那麼好走 所以 我會就有點高興 所以這邊 我另外 Pork 狀態是放在 OSM Pack 機大飛魚 下面 叫 RUMX 下面這個 所以我自己在獲得狀況之後 就是另外再多寫一些詞 因為台灣整個範圍裡面 OSM地址其實並不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去抓選手的地址檔案 分別在下面兩規則裡面 上面的話是Glanet.com.br 那它自己是用每分鐘都會有新的地址丟出來 那我就可以自動去抓這個地址 然後隔離資料庫 那在下面一個是 我另外自己找到是比較好用的 大國維護的那個地址伺服器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是針對亞洲 所以其實區塊比較小的話 你去Parse 你去解析的時候 去丟進資料庫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方便的 那我這邊指定就是另外 會有個Map Update 應用的 其實就可以直接讓資料庫 去做更進的動作 因為這邊是Wiki Data 產子 我們還是提一下 其實剛才講到 Open Map Tiles 在這個抓緊一下 它產子流程裡面 它另外還有用 Wiki Data 資料去證明 每一個 OSM 必須它的名字 意思就是說可能有一種台北101 它要是我們 OSM 上只有兩 三種名字 因為名人中有名字的話 在這個專案下面 它會自己再去抓Wiki Data 例如是台北101的話 它會把基本上全世界 有記錄到的名字 然後丟到 Web Type 裡面 那實際上這是怎麼做到的 就是把整個威力這樣當回下來 那剛剛應該有下降的提到 整個單位其實非常大 大概五十五區 所以我自己的話 也是有提一些 那個 遺族在它們的軟件上面 大概就是可以把這個過程略為 不過實際上 把Wiki Data 再產自圖端的時候 配合Wiki Data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是要 供全球使用者去做使用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這個 在這專案裡面 最終我們就是 把它簡化成一個實質地的 Mac Server Taiwan 只要你有大顆 那它這邊就會自動去抓 它的資料 然後自動去展示它一下 最後你再 使用Mac Star 加 Server 的話 就可以自己去裝自己的 那實際上 要改Steam的話 會需要再開動 不過這邊我們用的 Tile Steam 還是使用了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 無所謂的 好 好 那 雖然講 講那麼多是 自幹 像的端端 但實際上 我們雖然是為了逃避 可能為了逃避Google 所以才想要看一下端端 但實際上 它還有其他選擇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它的商業管 一個是MacBus 剛提到MacBus 自己做端端 除了做市區道路使用之外 另外它有做戶外的高線端端 或者是其他 另一道門應付 或是其他 其實很有用 那 Nexend 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 Tile Steam 的公司 叫Nexend 那 掛到那些基金會 以下之後 叫Nexend 那實際上 他們真的還是有在去 做一個 那剛剛提到 Operman Piles 的話 自己 自己另外一個 名牌叫 MacPile 可能有點嘔吼 就是各個公司會換一些名字 但實際上 在找其他相當圖案的商業選擇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到這些 既有的服務下面去找 因為除了價格不同之外 它其實裡面 Tile Steam 其實在 每個 這三種其實都有點差別 所以需要到這些選擇去 那 那 後面是 比較 後面的話 是比較充時間 要是時間太多 才需要講 那 那 時間可能剩 就 大概有 7-8分 OK 那 提一下 那 剛剛提到 就是整個工具鏈 就是從 Inport Inport OSMPBF 到 Inport OSMPBF 然後 再來產自獨專 甚至 去 做Tile Server 去 去發布這些獨專 其實 要 包了好幾個專案 那 有一些 方便的專案是 直接讓你 只要使用一套工具 那就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T-Rex的話 就是 可以讓你自動的從 最原始的 OSMPBF 出料 把它丟進 PostGIS 的 大根桿片 然後 再 依照自己的設定檔 去做 轉 所以 這個工具是可以 討論一下 叫 T-Rex Tile Server Tile Server 可以做 一個工具 那 它的大顆 印象 差不多是 305FB 所以 跟前面提到 MandPile的工具 比起來 實際上 算是 比較輕量化 雖然 它自己的Tile Schema 並沒有定義 非常的廣重 但是 如果你是只想要 有兩種資料 例如想要 全盤建築資料 或者是 公園用地 並沒有說 要涵蓋到 白白種的話 那 其實用這個工具 是非常 實用的 好 那 這邊 只是 算是人家 做了一個 轉換 這只是 做個 事例而已 剩下 留時間 給大家 發問好 因為剛剛 應該 有一些東西 我講不快 大家可能聽得 會有點 煞賞 但是 我想要 請 各位老師 請 我們先 建議 你們 我想請 就是 那其實 內可 浪格下來的資料 因為它探蓋 很多人 那你們 有什麼手法 可以把它 先 例如說 講過 是個自己 對 我剛剛 INFO的時候提到 兩個工具 一個是INFO OSM 3 5 一個是 OSM 5 PGC 那其實這兩個工具 自己的觀光檔 都會有自己的規則 其實大家就會 要填說 如果想要INFO的 KEY等於HIGHWAY 或者是KEY包含HIGHWAY 或者是HIGHWAY 這個KEY 裡面 等 TRIVERY 就是 我才要把它丟進 這樣 所以實際上 在INFO的時候 會有一些 規則是可以自行 然後 丟進去 這樣才會很容易 所以 INFO 規則 會需要 另外配合 這兩份 這個項目 好 我們要問 下一個問題 他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先提早結束吧 謝謝你 建範 謝謝 謝謝